念佛感应录,七,一念佛往生,十九,念佛数天欲知实至。 编者,净土宗编辑部。 王永华,一九四八年生,是齐齐哈尔弥陀之家念佛堂礼居士的妹夫。 早年曾患多重疾病,后来通过断食疗法恢复了健康, 死后,他一直很重视,保养,锻炼自己的身体。 2013年6月,王永华感到身体有些不适,去了多家医院检查,确诊为晚期骨癌。 就这样,一位身体十分健康的人,发病一个多月,就被病痛折磨的生活都无法自理了。 以往不信佛也不念佛的王永华,如今躺在病床上,发现不论怎样治疗,身体不仅不见好转, 反而越来越差,妻子劝他念佛,他为求病好,也就无奈地接受了。 念佛堂的莲友建议李居士把病情告诉妹夫,并为他讲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,好让他在绝望中找到希望。 7月23日,李居士在旨的家人同意后,便把真实病情告诉了他,并告诉他,这个世界末有不死的人,别人的死亡是继续轮回,而你,要是相信有阿弥陀佛能救你,并且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,就不必再继续轮回了。 王永华听后,荡下心声惭愧地说,我这些年不了解佛教,误认未信佛就是迷信,把太多的时间都浪费在玩乐上了。 我要是早信佛,跟你们一起念佛多好。 现在我重病缠身,但是只要我念佛,阿弥陀佛不仅不嫌弃我,还要救我,你看我多有福啊。 现在我想明白了,决定要念佛去极乐世界。 从现在起给我停药,我开始念佛,寿命一道就跟佛去极乐世界。 第二天开始,无论谁来看他,他寒暄几句后,就装作睡觉的样子,大家一看不忍打搅他休息,也就悄然离去了。 客人一走,他就马上睁开眼睛说,我没睡,意思就是让他们走,走了我好念佛。 7月25日,王永华吩咐妻子赶快回家收拾他所有的衣物和用具,并说,我要到极乐世界去, 这一切都用不上了,把东西给大家留个纪念,不要等我走了再给人家,会计会的同时拿起电话跟亲朋好友一一告别, 一再申明还有五六天的时间就去极乐世界了。 这期间他说话的底气非常足,叮嘱大家也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呀,还说,我才念佛两天,杜冷钉都不用打了,浑身也不那么疼了,身体也感觉比用药的时候降了,不仅现在病苦减轻了,还能去极乐世界。 阿弥陀佛不嫌弃咱们,请大家都念佛,将来极乐世界线。 全一字一版的教对方南无阿弥陀佛正确的发音。 随后,又给他做丧事服务的一位朋友拨了通电话,告诉他,兄弟,王哥再过五六天就要离开人世了,请你过来帮助料理一下我的后事。 你只是来协助一下就行,因为我现在信佛了,一切都听我大哥的按佛家办理,就是到火葬场的那套手续你来帮忙,拜托了。 说话的语气非常轻松,像是开玩笑一样。 7月29日,妻子告诉他,你所交代的事都办完了,连你平时最心爱的上千元的乒乓球、篮球、二胡都送人了说也奇怪,当天下午,王永华就进入半昏迷状态。 7月30日晚上7点50分,也就是他预知时至的第五天,王永华便安详往生了。 按照医院的常规,人去世后医院会让家人尽快办理离院手续,可那天值班医生很慈悲,无需任何条件,便同一家属在医院住年八个小时。 住年到半夜一点钟的时候,王永华的一位家属平时不信佛,出于一种礼节,不情愿地硬住头皮留下来陪住一起念佛,但心里越想越生气,这些人不是很愚昧吗? 人都死了,也不让动,还不给穿衣服,大半夜的都在这儿守住个死人,还得等八个小时才能穿衣服,到时尸体硬了穿不上衣服怎么办? 突然他闻到阵阵檀香味由远而近的传来,于是起身出去寻找,百米长的大走廊,他从这一头找到另一头,啥都没看到。 当时大家正在全神贯注的念佛,莫有注意这些,直到后来往永华的妻子闻到了檀香味儿,悄然告诉大家,大家才注意到,并会议地笑了,念佛的气氛也更加高涨。 那位家属才说,我早就闻到了,还以为是你们搞的呢?事实上根本莫人待香,因为在医院,不可能燃香供佛呀。 八小时后魏王永华沐浴更衣,他身体柔软,双腿可以盘起,面带微笑,相貌无比庄严。 那位不信佛的家属看到这一幕,连连忏悔自己的无知,后来每次谈起此事,都满含热泪,内心充满了惭愧与感恩。 王永华的一位亲家侄女,平素不信佛,在王永华临终前几天去医院看她时,王永华给她讲念佛的好处。 这位侄女也很听话,就随住她一起念佛。 回家后,侄女疼痛了两个月,连筷子都不能拿得又毕竟突然好了,让她对念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。 王永华出殡那天早晨,她感到自己的腰部不舒服,想起亲家叔给她讲的念佛好处,就到邻居家去拜佛。 因为她家里莫供佛,第一个头磕下去的时候,突然看到王永华做筑大莲花,相貌既庄严又年轻,旁边还有八位出家人陪住。 王永华来到她面前,向她招手示意,你们姐妹要好好相处,我先行一步去极乐世界了。 共命居士记录2014年3月21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